各位你是房市小白嗎 最近想要換屋嗎 或是你從你父母親繼承到一間老房子 但是未來你可能要換房 以現行的法規上有分為新制跟舊制 你如果不知道新制怎麼申報 或是你申報當中成本費用搞錯了 那你在最後申報的時候有問題 你可能找繳稅很開心 但是投稅局日後就會來韓叫你補稅 你持有過程中 稅付上有什麼樣的節稅規劃 這個老師都會在課程講座中去做一個說明 那老師希望是瞭解這些細節之後 未來可以幫助你去節省一下稅規